很多年前 当我两个孩子还是年纪很小的时候 我们开车去Florida的迪士尼世界去度假 当然两个孩子心情非常的兴奋 一早就起来 推着我们要出发 我们开车两个小时 到了Santoneo 他们两个孩子都不约而同地说 哇 车坐太长时间了 我们到了没有 我非常的不忍心告诉他们 我们只是走了二百里路 前面还有八百里 这个可能就是使徒保罗的心情 他新主之后非常的兴奋 开始他一个熟灵的旅程 但是发觉那个标杆还是很远 还是在前面 他需要迈步的前进 封刺是什么呢 封刺的地方就是说他还没有施主之前 以为他自己已经是很接近这个标杆 接近完美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非常的敬虚的一个犹太兆徒 你看看他自己的评语 你看看他自己的评语 诶 什么动不了 这个没有动 这个连不上的 第五 第六节他说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 变雅比制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 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塞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拨教会的 就律法的意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他觉得他的教养 他的传统 他的成长 他的教育 他的宗教 这里面要提他还是那个出名的拉比的门生 然后呢 他以这些都是非常的自豪的 他甚至说 逼拨基督徒也不是趋于外心 他只是为到产取这些异端而已 所以从他的眼中来看 从其他的 他同辈来看 甚至他觉得以神的角度来看 他都是无可指摘的 但是呢 当他在大马寺的路上 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 他生命一百八十度的一个改变 他发现他不单止没有达到标杆 而且呢 他只是背道而驰 越走越远 他不是为神大发热心 只是为神添乱 当他发觉他生命改变之后呢 他的所有的人生观 家族观也改变 好像他自己在第七第八节说 他以前所看重的一切 他的成长 他的传承 现在 好像是垃圾一样 是分土 分土垃圾是很重的一个词语 难道这些东西都不好吗 难道他的出生 他的悲劲 他的照遇 而是他对宗教的热情都不好吗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 它是分土 会有两个的意思 第一 当然这个完全没有益处 反而让他离神越来越远 对他有选的 所以这个是分土 另外一层的意思呢 是一个比较的意思 这些都是好东西 但是比较能认识主耶稣基督 这个就不值一提了 我在同一个房子 住了大概四十年 我很欣赏我的房子 以为是豪宅 但是呢 到我到你的家去探望之后 我才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函事而已 它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使徒保罗来到 我们第三章的13、14节 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的经文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是已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上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 照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听过很多 很好的讲道 说我们怎样要忘记背后 怎样去努力面前 我们也听过不少的好的讲道 提醒我们 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标杆 就好像保罗自己说 在12节说的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 所以得着我的 连同保罗 他也说 我还没有得到 我还没有完全 我还要竭力的追求 不要说你跟我了 从我们的眼目当中 保罗应该是似乎 完美的一个宣教士 好的一个木姐 一个神学家 一个是树林的父亲 但是连同保罗也说 我还没有达到这个标杆 老实讲 我相信你跟我不难接受 我们并没有到完美 我们还没有到标杆 你不相信的话 你只要问一问你的配偶 他可以花半个小时告诉你 你不完美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呢 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很难接受 说我们必须向前去望 我们不能总是 拿着以前发生的事情 为后面 向后面去看 这个我们都能了解 问题是怎么样呢 问题是说 好像我们两个孩子一样 做了很长时间 才到圣灵通流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兴奋的心 来开始这个旅程 但是呢 好像越走越难 越走越远 甚至说 有些时候感受上 就好像 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 找到迷失的方向 甚至说我们要回头 回到埃及去了 甚至死在旷野 所以怎样才能让我们可以去竭力地追求呢 可以稳步地 不懈地 继续地向前 出着这个标杆来迈进 保罗在以下的几节经文 告诉我们四个很重要的秘诀 让我们可以继续地向着标杆去跑 这几节的经文 对我自己很有提醒 很有帮助 期待对你也有帮助 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 保罗说 我们需要有好的生命的师父 我们需要有好的照念 也需要一群的同行者 我们没办法做一个单独孤单的一个信徒 17节 他说你们要稍罚我 哇 这句话好像很夸口 中国人大概不会讲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假谦虚 但是保罗说 不 你要稍罚我 保罗一早就说 我还没有达到标杆嘛 我不完美嘛 所以他说你稍罚我 不是说我已经最好了 所以你要稍罚我 但是保罗很明白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榜样 有一个生命的师父 我们需要有一位的教练 但是下一句更重要 他说不单只是稍罚我 你要看清楚 那一群也同样稍罚我的人 就是同样一同受训的人 一同跟他一同同行的人 这群人也非常地重要 有蛮长的时间 我老婆总是提醒我 需要去锻炼 锻炼身体 那这个对话呢 通常都是不患而善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老到 我要去就去 不需要你整天来提醒我 他也不高兴 他说我初一是为你好的 其心里 你也不领情 但是现在呢 我一周平均 有五次到六次 去我们 Missouri City的YFGA 去运动 也常常碰到 弟兄姐妹 你说什么 有这样的改变呢 很惭愧 那个动机 一开头的时候 动机不好 医保 改了 医保 医保呢 连健身中心的费用 也包括在内 你的广东人呢 最重要不要吃亏 不去就买不去 所以不甘心也要去 医区之后呢 第一次 去到那个运动师 看到一群年纪 也不轻的男男女女 他们老实讲 状态也不认识 最好 其中呢 有一位年轻的照念 我相信是YMCA的员工了 他就照导这一群的 所谓的老人 就看他们又做什么 一些的动作 然后去训练 然后呢 也很耐心地给他们示范 这些锻炼是怎么做的 讲完之后呢 就分组了 开始来做 这个教练非常好 不停地提醒他们 鼓励他们说 这位老人家 你做得好 然后要提醒他 你不要太用力 也可以留伤的 还是留意 不同地纠正他们 不单止是站在哪里 发号示令 他还是动手动脚地 跟他们一同来做 我都看得蛮有兴趣 看到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 看到一位中年 大所谓中年 就是六十岁上下的吧 胃胖的一位女士 看来她不行 看她的样子 辛苦地要命 平常可能没有什么锻炼 我看的样子说 干不下去 然后她望一望 这位教练 看着这个教练 这样兴奋地搭领她 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呢 我看她偷偷看看 她旁边的一位老头 七十多岁的老头 这个老头比她更辛苦 汗流满面 七喘无流 但是呢 这个老头没有放弃 我看到这个中年的女士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而后呢 她就继续去断练 这个就是保罗 要给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 在这个旅程上 这个熟灵的旅程上 我们不可以单打独斗 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师父 也需要有同行者 我很欣赏教会 我们看中一个门徒的训练 门徒训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必须要 是有同行 是有同行 重点不是在 谁是师父 谁是徒弟 我们中文都是说 师徒 我不敢做师父 但是你看每一个运动员 比赛的运动员 都有一位教练 你看谁球打得好 是他还是教练呢 是他跑得快 还是教练跑得快呢 通常都是运动员比较跑得快 球打得好 为什么他还需要教练 因为需要有人提醒他 就证他 鼓励他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 我们有多少要参与 教会已经有两年多的 历史的一个查经群 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 分享他看一篇的圣经 一些的心得 然后呢 也讲一些祷告的事项 我非常的欣赏 也参与了两年多 老实讲 我不知道多少次 立志说 我重新看信旧约一篇 都是从创世纪开始 结果创世纪我看到十五遍 但是跑不出摩西五经 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为什么 现在两年多了 我们已经是 百分之八十 新旧约圣经已经读完 为什么 因为有 不同的同行者 将他们的心得 让他们跟我一同来跑 跑得很兴奋 兄姐妹 在这个树林的路上 你不可以成为一个徒刑侠 无论你在家中 可以听到多好上网的长道 这个不足够 这个不能让你可以继续 这个旅程 我们必须来找位 我们去参与小组 我们必须要持有同行 第二个秘诀呢 我们需要很留意 在一个熟悉当中 我们很多的陷阱 我在YMCA 运动是用步行机 这个很稳定 但是我倘若在山路上去跑的话 就不一样了 因为山路上很多的抗蛙 让我可以跌倒 甚至爬不起来 所以在十八十九节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常常地遇到的 四个的陷阱 第一个呢 他说 我们行事 是基督十字家的仇敌 什么是说基督是 基督十字家的仇敌呢 最容易的解释 字面的解释 这一群人就是犹太教的人 他不相信 这就是基督十字家上的救恩 所以他们还是靠律法称义 还是靠行为称义 有可能 但是不要忘了 保罗的对象 是一群已经是蒙恩 得救的基督徒 有可能他是提醒他们 不要走回头路 你旁边的人都是这样看法 你要留意 但是呢 我觉得还有一层的意思 所谓的与十字家为仇敌 就是我们轻看十字家 不愿意背起十字家 这好像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四节所讲的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要学习背起他的十字家 来看从我 这一群不愿意去付代价 去看从主的 我们不愿意付代价的话 绝对不会走得很远 我们在北美当基督徒 我们不会真的是被一个好上 以前罗马的酷刑 这个十字家 甚至说我们在北美 当一个基督徒也不会遇到生命的危险 好像一些在集团的国家 回家的国家一样 我们不会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付代价的 腓立比书前一阵子 说告诉我们 我也要谦卑 所以耶稣基督 可能有人讨我们的便宜 可能我们会吃亏的 有可能 因为你尊重圣经的原则 有人说你这个人太傻宅了 你这个人是太古板了 对你要找上 甚至说你有机会做生意 或者是你在公司要升级的话 因为你要守着一些原则 你可能失去这些机会 会令你还有一些的难处 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字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个选择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 可以是一个宽的门 可以是一个窄的门 有一条大的路 也有一条小的路 窄门 小路不好走 走这条路是要付代价的 但是这确是一个荣上的路 所以第一个提醒我们的陷阱说 我们不要轻看十字架 第二个 我们要留意的一个陷阱是什么呢 在十九节的中间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夫 我们中国人很了解这个度夫的文化 美国人见面的时候打招呼 How are you? Hello 我们见面什么? 吃个饭没有? 对吗? 美国人道别的时候说 See you later 我们晚一点见 我们说下一次我们一同吃饭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诚意 要跟他一同吃饭 也没有说谁付钱 但是说我们就吃饭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民意食为天 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这里说的度夫 不单止是我们真的是度夫 广义来说 是为了求益处的一个文化 老实讲 为什么人寻求宗教 绝大部分是为了求福 基督徒也不例外 倘若神祝福我 我圣意 兴隆 万事如意 这个神 值得我们歌颂 甚至说 我愿意 对他有一点奉献 好像感谢他一样 倘若我的孩子都很听话 能到好的学校 这个神 才奇妙的作为 才是慈爱的神 倘若我身体有状况 严重的病 但是神奇妙的意志 我们就说 这个神真的是大能的神 值得我们歌颂的 但是 倘若你遇到生命的难处 神好像没有出手 好像没有听你祷告 倘若我们的信仰 是一个度负的信仰的话 怎么办 我相信 你都跟神说拜拜 在我小组 有一位弟兄 最近这一年多 用广东话说 胡哈 用俗语说 好像很倒霉的一年 上一年的九月 他发现有性略性 前略性的癌症 当然是期待去MDM 来就医了 但是他的医保 不包括MD Anderson 所以等到十月 重新的申请另外一个医保 到医约才能有效 当他刚刚可以有效的时候 去MD Anderson问 他说 你这样的情况 最好是用一个所谓的 proton radiation 就是比较把描性的发生 要么这个下相比较小一点 当然他也同意了 但是整个休息 有一部这样的机器 所以他排期排到七月 一月的时候排期到七月 你说我身体有癌症的 要等七个月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然后不但如此 他排他是每天早上 凌晨四点 那么这机器是二十四个小时 来运作的 当他安静在等候的时候 三月的时候 呼员症 心状病突发 要严重的一个大桥的 开心的手术 然后呢 当他回到家中休养的时候 等一天晚上 呼员症 那个water heater 就是在阁楼的一个热水 热水 气 爆裂 整个阁楼 烟水 然后天发达 板 踏下来 付了钱请人修理 修理之后呢 这个人收到钱也不来修理 拖了几个月 然后最终于他就开始了 七月的时候开始了 这个疗症 最后一天 他本来说 就约小组一同跟他庆祝 四十次 这个疗症都完成 最后一天 严重的车祸 给人家撞了 车也废了 倘若你的心态是一个 杜夫的文化的话 杜夫的神学的话 你能继续走这条路吗 这个弟兄 感谢主 他为他一切来感恩 不是空泛的感恩 他很具体的感恩 他说我感恩 因为我九月发现我有癌症 十月就可以 转一个新的医保 因为只能一年一次 然后他感谢主 说神已经知道我身体的状况 所以没有让我马上接受这个方式 要我心状的情况完整 整理了 才让我去接受这个radiation 然后他说每一天早上四点要去 本来是很辛苦 但是有一个朋友 在medical center有个公寓 刚刚的时候他出外 让他住在那里 然后他车祸 那个时候他为心状开刀 所以还是要吃一个保血药的 一碰的话又流血就没命了 神还是这样的保守 所以他具体的 要是谢谢神感恩 神怎么样保守他生命 也是感恩 父亲姐妹在这个时期当中 陪伴他一同去走 这样的人 肯定可以走得远 因为他相信的 不是但是一个祝福的神学 第三个我们就留意的陷阱 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找一个 你最好最有效的办法 是一个洁净 但是神不喜悦的 你不要以为这样是最好的方法 倘若有这样的心意的 不能找到这个标杆 这好像提摩泰后书 第二章第五节提醒我们说 人若在墙上比武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 你可能赢了 这是神说你输了 为什么 你没有按这个规矩 很多年前 几年前了 不是很多年前 有一位女士参与 当地的一个马拉松的比赛 他第一个到达那个终点 当然非常的高兴 拿着那个奖杯 清高采烈的来拍照 还没有拍完照 有人举报告 看到他在这个旅程当中 上了一个机程车 坐了无礼的路 然后呢 当然他赢了 后来当然是取消了 那个资格 马上这个荣耀 成为一个羞辱 头也抬不起来 对吗 我们这个树林的路上 也是一样的 有些办法 我们觉得是很有效的 但是 倘若不是神的心意的话 不是神的规矩 不是神的办法 还是输入 我很佩服 国语堂的这种姐妹 你们很平稳 人数的成长 也是非常有外展的心 但是我 倘若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办法 六个月内 让你们聚会的人数 可以倍增 你有没有兴趣 我相信牧师们可能有兴趣 是什么办法 是我们多邀请牧师 多做官媒工作吗 或是我们小组长的训练 提高我们的水平 让我们小组运作更好吗 是我们更加强 我们这个门徒的训练 让我们灵命能成长吗 或者是我们 更让我们的长导 更有吸引力 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到 听我们教会的聚会 这些都是好的 这些肯定 对教会增长有关 但是呢 你相信不相信 六个月会被增 我相信不会 对吗 很简单 一个办法 倘若今天完了之后 罗牧师报告 说 从下个星期开始 三个月 倘若你不缺席 然后呢 三个月之内 你邀请一位朋友来 也不缺席 三个月而已 然后呢 三月之后呢 你有资格 可以一个特别的抽奖 奖金是25万美金 你说这样的话 做两次 六个月 我肯定你被增 你说 哇 这是五十万呢 老实讲 从金钱来说 五十万让我们的人数被增 这个是花得来的 但是你觉得 这个是荣耀呢 还是羞辱呢 往往我们有一些捷径 但是神的心意的话 神还是不喜悦的 我们还是不能走到这个标杆 甚至说让我们迷失了我们的方向 最后呢 一个陷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在一个农村当中 有一天忽然间有洪水来到 洪水来到 谁都要逃命嘛 有一个很穷的农夫 家中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就包了一些卖饼 就逃出门外 第一坡树就爬上去 然后呢 他邻居是非常有钱的人 他同样的一个包袱 包了很多食物 但是他钱很多嘛 所以也包了一大包的元宝 他也爬到另外一坡树 预备爬上去 但是太沉了 爬不上 怎么办呢 有个选择 选择很简单 元宝的价值 远超于这个麦饼 所以那麦饼的包袱就泡在水中 自己拿着元宝就爬上树上 第二天晚上 饿得不得了了 就要求这个农夫说 你可不可以 我用一个元宝 买你一个麦饼行不行 这个农夫根本就不理睬他 就慢慢地吃 吃他自己的麦饼 第四天呢 饿得不行 他也说 我用两个元宝 买你半个麦饼行不行 那个农夫还是不理睬他 继续吃他的麦饼 七天之后 洪水过了 农夫爬下树来 然后在这个富有的人的树下面 使其他丢下来一包的元宝 为什么 一早到二次在树上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简单 是说他们 我们的选择的话 是很有决定性的 这好像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六节提醒我们说 人若赚到全世界 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的益处呢 倘若我们专时注意在地上的事 我们可以说是极度的近视 极度的近视 好像我有些近视 刚才为什么我要转过来看呢 因为眼睛不好 倘若眼睛不好的话 我们没有真实看得很远的话 你肯定看不到标杆 更不要说像标杆之宝 所以第一个秘诀 我们需要有室友同行 第二个我们需要留意 我们在熟悉当中很多的现金 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 我们要带着盼望 多思念天上的家乡 几个星期之前 我看到一个纪录片 是讲到早期 在美国的西岸发展的时候 华人的一些的贡献 尤其是在建筑 那个火切路上的我们的贡献 这一群的中文 离家北京 来到一个异乡 文化不通 语言不通 工作非常的辛劳 而且非常的危险 受到侵蚀 甚至说歧视 那个时候不是现在 没有手机 没有微博 没有什么电话 什么都没有 哪一天能回家 不知道 你先回家 幸运的话 半年可能有一些的回忆 所以这一群人 怎样去继续 这样辛苦 辛劳 或者是危险的生命呢 怎样让他们 可以持续下去 另外有一个访问 就是有机械 访问这一群人 问他们的秘诀 他们的答案 完全都是一样 他们都是期待 有义警还乡 那一天 让他们能继续 有这个动力下去 就是他们想到 有一天 相亲父老 一个父老邪幼的 杂道来欢迎他们 他们想到就是那一天 同样在我们的熟人的路上 也是一样的 倘若我们不是有一个 一个眼光 当看着我们将来的家乡的话 我们肯定会 只是看到我们面前的光景 我们会极度的进士 这个就是保罗 在第三章 二十一到二十一节 所表达的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一句就告诉我们说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只是一个旅客而已 有一天 你要回到你的家乡 你是天上的国民 但是来借我们的是谁呢 不是我们一些 相亲父老 是什么 是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欢迎我们的 不是一般我们的亲友 而是主耶稣基督 天使天君 与以前的众生徒 来欢迎你回去 这一群 中国的劳工 真的有一天 他可以一锦还乡的时候 大部分年纪老卖了 你说可以想清福 有多少年呢 不知道 对吗 但是 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 神将我们的背间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带着一个荣耀 不朽快的身体 不单只是耶稣基督 众生徒 欢迎我们回家 而且 我们带着一个 永恒不朽快的身体 享受与主的永恒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这一群的 劳工的一个盼望 倘若我们没有这盼望的话 我们肯定会 非常的近视 大家还记得 西伯来书 西藏所说的信心的伟人英雄 他们有两个共通的地方 第一个共通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遇到 非常大生命的难处 甚至说要掉脑袋的一个危机 另外一个共通就是 他们都是非常的羡慕 更美的家乡 第四个秘诀 靠住坚持 不懈也不后退 刚才我也常常用一些例子 说我去Fitness Center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营销也是非常厉害 他们营销的办法 尤其是比较高档的 都是要你sign up做会友的 你sign up 端会友的时候 收费用不小 但是呢 每一个月要给的钱 非常的小 离谱的地 所以呢 很多人说 哇 三年来计算 包括我要付的 首期的委员会费 然后每一个月付的钱 三年平均起来 比我去YMCA更便宜 所以呢 参与的人也很多 有时候奇怪说 他们怎么样 接纳这么多人呢 哪有地方可以容纳这么多人 你不用为他担心 他们心中很明白 有统计告诉他们说 半年之内 百分之八十人不去 因为你无论他 立的什么志说 我要减肥 我要锻炼身体 他很清楚 没有多长时间 半年 顶多半年 就不去 树林的路上 也是一样 我们开始的时候 非常的兴奋 我想你刚刚新主的时候 好像海绵一样 什么真理的要懂 很渴慕 认识神 现在新主二十年了 三十年了 老油条了 推了也不动 没有太大的兴趣 甚至说 这条路 往往也不容易走的 不单止路很长 而且呢 好像窄门一样 小路一样 不好走 怎么样 才让我们可以继续 持续下去 巴罗第四章 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应当靠住 站立的我 当然刚才 巴罗已经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 需要同行 我们需要留意 熟悉上中的一些 陷阱 我们要 不单止是 往前看 我们也往上看 我们要 纪念天上的家乡 这个都重要 但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当 靠住 站立的我 老实讲 你跟我 往往都有心无力 我们往往是 立志 要怎么走 走不下去 这个是我的经历 我相信 也是 你的经历 怎么说 靠住 站立的我 靠住 站立的我 当然 第一 我们要知道 我们能奔跑 这条天路 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根本 好像保罗一样 是走错路的人 神 护照我们回转 让我们有机会 去跑 这条 蒙恩的路 这是更重要的 怎么靠住 我们不是说 靠住 我们定了五年的计划 没办法的 走不完 我们需要 每一天 每一天的靠住 所以最重要的一天 是最早 你起来的时候 最早的十五分钟 这个是定下 你那一天 怎么样去走 这个所谓的 安静的时间 临时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都不重要 但是怎么样 让我们可以牵着 主的手来跑 对我自己来说 对我最有帮助 就是我默想 主祷门 就是主耶稣 造导门徒的祷告 因为一开头 让你注意力 回到神的身上 然后呢 让我更敏感地说 神你的心意 我不知怎么样 但是给我有一个 敏锐的心 我也期待 你的心意 行在我的身上 每一天 我都有需要的 肉体又需要 情绪上又需要 灵命上又需要 求神你 成为我的满足 然后呢 带着一感恩的心 因为神呢 已经遥述我 所以人与人的相处当中 求求你帮助我 可以有恩慈地 对待我旁边的人 每一天 我都遇到 不同的难处 不同的诱惑 靠我自己 我不能胜过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不要遇见这个时代 也帮助我 在难处当中 我能站立地稳 最后再将眼目 再回到主权的神 荣耀的神身上 每一天 要靠主 而行 不是立了一个 很长远的计划 而是每一天 每一天 牵着主的手 每一步 每一步 来迈进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参与过 马拉松的比赛 你看我有没有参与过 你说有 我去看过 那是越一步 有些弟兄姐妹 真的是去跑过 马拉松的 他们告诉我 马拉松的经验 马拉松是 26英里 他说 最惨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跑到 大概20英里 之后呢 所谓 Hitting the wall 就好像碰了墙一样 寸步 难移 然后呢 你全身都顺痛 大脑就告诉你说 你放弃吧 太辛苦了 前面还有六里 你怎么做 你现在呢 回家躺在浴缸当中 温水 多舒服 这个是 大脑告诉你的消息 他们告诉我 他看到他的注意力 是说 哇 多远啊 我身体多疼啊 没办法走 唯一 他们就看着说 哇 我那份满足喜乐 当我跑完这条路 唯一 让他们可以继续下去 这个也是 保罗在 三章十四节 提醒我们的 上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 照我们来 得 的奖赏 当我们 只是看到 这条路 的墙 多难的时候 没办法跑 唯一 我们这样眼部 放在 耶稣基督 在那里等候 我们 要给我们 奖赏 那一刻 我相信 中姐妹 我们都很有 这个信愿 说我们不单 只是很兴奋 开始这个 灵命的旅程 我们都想 finish well 我们每一个人的 信愿都是跑到 标杆的 我相信你 倘若不是这样的话 你绝对不会 起步也不会 但是你一定会这样想 但是往往 我们为什么要跌倒呢 保罗 在我们今天 所看的经文当中 提醒了我们 四个 一个秘诀 我用戏剧 很简单的话 成为一个总结 第一 是有同行 奔天路 在这个树林的路上 要完成 到达标杆 我们不能成为 一个流行侠 我们需要 有生命的导师 也需要 有同行者 陪伴我们 鼓励我们 扶持我们 第二 仕途 骑驱 稳不经 当我们走 走路的时候 有很多的 抗发 有很多的陷阱 也有很多的诱惑 倘若 我们的心态 我们 轻看着实际上 我们愿意付 这个代价 倘若我们的心态 只是一个 求福的心态 一个 度负的 一个神学 所谓的 成功神学的话 没办法走下去 倘若我们用 自己的办法 以为是 最有效的捷径 不是神的规矩 神的办法 我们会 迷失我们的方向 倘若我们 极度的近视 只是看着今天 我们没有办法 看到标杆 向着标杆 去跑 天向家乡 抢思念 我们需要想到 有一天 我们回到 永恒的家 耶稣基督 众生徒 欢迎我们回去 我们带着一个 不朽坏的身体 与神同行 享受 永远 与祂同战 然后呢 标杆 只跑 靠主人 我们能 站立的 不是我们 比 比人强 我们是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是牵着祂的手 让祂牵着 我们的手 每一天 每一天 去跑 很简单 一个短诗 不是很工整 也不是很压韵 是送给大家 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 诗友 同行 奔天路 试图 齐驱 稳 不经 天上 家乡 常 四孽 不要干 直跑 靠 主恩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你借助使徒保罗 给我们有宝贵的 一些的提醒 也谢谢你 拣选我们 让我们可以 跑这个蒙福的路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面对的是 宰门 我们要跑 这首路 往往我们的灰心 我们的后腿 甚至说 停下来 又走回头路 求主你 恩待我们 让我们定静 在你的圣上 跑到标杆 得到你的喜悦 得到你的奖赏 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 感恩祷告 奉你自己 宝贵的圣明 阿们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